富途的日股交易功能终于上线了 就在4月12号 富途旗下的两个产品 妞妞跟mumu同时上线了日股交易的功能 这对于我们对海外投资感兴趣的用户来说 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因为日股呢 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是比较陌生的 但富途呢 它凭借着一流的产品能力 可以让我们投资日股变得很简单 那富途的日股交易功能有什么亮点呢 首先富途是华人券商当中的首家 其实也是独家现在能够来交易日股的券商 而且富途它本身也是香港最大的零售券商 实力非常的强劲 而且呢富途的产品一流 这个在行业里也是有口皆碑的 用它来交易日股呢 比如说它有实时的行情 这个很多美国的本土券商都不具备的 而且富途呢有独家的翻译 把日语的这些股票代码啊 都给翻译的非常清楚明了 方便大家来搜索 而且富途呢 它的产品里能够和其他的用户进行交流 进行评论 能够及时的了解市场的各种动态 而且富途不光能够买日股 本身它就能够投资港股跟美股 木木还能够买新加坡股 我相信未来富途还会开放更多的国家的资本市场 总之呢就是富途的产品是非常适合新手使用的 那这期视频呢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如何给牛牛和木木开户 怎么领他们的奖励 如何开通日股的交易功能 如何来出入金日元进行交易 以及日股的基础规则 好那我们先来看怎么开户牛牛跟木木 那首先来说一下牛牛和木木该怎么进行选择 很多新手啊总是搞不懂这两者的区别 实际上你可以理解为牛牛就是富途的香港版 木木就是富途的海外版 那目前呢我们木木用的最多的是新加坡版 因为新加坡版呢能够给大家开户奖励给的还挺高的 那是用牛牛好还是木木好呢 这个其实就取决于你使用的银行账户 如果你用的是香港的银行 你就优先使用牛牛 如果你用的是新加坡的银行 就优先使用木木 因为这涉及到你出金方便以及无损的问题 那如果你用的是其他的海外银行呢 那就随意 反正你都需要用海外汇款来汇到这些券商里 都会有些损耗 总之呢牛牛跟木木呢 你就是能开则开 最好都给他开了 因为你开户本身是免费的 还有可能领到他的开户奖励 用不用呢 最后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来进行选择 好那我们先来看牛牛怎么开户 我简单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首先呢 你需要有港区或者美区的苹果ID 来下载牛牛的APP 下载好之后呢 你直接在APP里点击注册 然后使用你的手机号注册 完成注册设置密码之后呢 它会跳到这个开户的流程里 大家呢先不要进行开户啊 这里需要注意 先把它点击插给它关掉 为什么 我们要先输入专属的兑换码 这个兑换码是能给大家额外开户奖励的啊 通常是200港币的现金券 在你入金一万之后就能够返现给你 给的就是真金白银啊 非常的好 但是它呢 仅限在开户之前才能使用 如果你开户之后就无法再补了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那具体该怎么用呢 就是我们在开户之前点击我的 然后活动中心 这里有一个兑换中心 然后把这个兑换码输入进去就可以了 这个兑换码我也会放在视频的说明里 然后系统就会把现金券自动的发放给你 你可以查看一下奖励 来看它使用的条件 其实呢通常就是需要你如今完成一万港币之后 就会发放给你 确认领到手之后呢 大家就可以回到账户 点击马上开户 进入开户的流程 关于开户呢 大家就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进行选择就可以了 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可以加入视频说明里的电报群 我们一起交流 然后我们看MuMu该怎么开户 MuMu我们需要使用的是它的新加坡版 因为现在新加坡版才有开户的奖励嘛 那新加坡版呢 需要使用专属的邀请链接进行开户 这个链接呢 我也会放在视频的说明里 大家在这个链接里呢 就能够完成开户的整个流程 按照提示操作即可 需要注意的就是 我们下载MuMu的APP需要使用美区的苹果ID 不能使用港区的ID啊 港区的是搜索不到的 然后关于牛牛跟MuMu的开户奖励 我就不具体的来介绍了 因为我之前也出过视频 而且呢 它的开户奖励 每隔几个月会发生改变 需要注意的就是呢 咱们入金达到它的门槛 就能够触发它的开户奖励 比如说牛牛 它的入金门槛是 一万港币或者等值的外币 MuMu的入金门槛是 三千新币或者等值的外币 那目前这个活动的奖励领取情况呢 大家可以看我之前做的这个视频 我会放在视频的说明里 那接下来如果这些奖励有什么变化的话 我也会在评论区给大家来同步 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如何开通日股的交易 首先如果你已经是牛牛或者MuMu的老用户了 那你需要把APP进行更新 MuMu呢 更新之后就能够直接来交易日股了 但牛牛呢 需要操作一下 怎么操作呢 我们打开APP进入市场 点击日股 在这里我们随便选一只日本的股票 比如说我们就选这个商船三井 然后点击交易 然后系统就会提示你要激活日股的功能 我们把日股选上点击下一步 然后呢 风险披露大家看一下 点击下一步 然后就提交申请了 大概过几分钟之后呢 大家再回到个股上 就有买卖的这个操作的页面了 就能进行交易了 那我们现在已经能够交易日股了 但是该怎么给日元来出入金呢 首先就是不管是牛牛还是MuMu都没有开通专用的日元的出入金通道 这个也是能够理解的啊 因为日本它本身是一个金融很保守的地方 就很难开日本的银行账户 也很少有人有日本的账户 那怎么办呢 就是我们还是用港币跟美元来出金 在具体交易的时候呢 有两种方法 要么你就直接跨币种进行交易 比如说 你就直接来下单 下单之后呢 富途会启用它的融资功能 然后你再来还款就行了 或者呢 你就在富途先进行换汇 把港币或者美元换成日元来进行交易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该怎么进行换汇 那当我们的日股交易开通之后呢 在牛牛这里会多出一个综合账户 大家可以点一下 在这里你会发现多出了一个日元的选项 在MuMu这里呢 就没有给你单独开一个账户啊 他还是在这个综合账户这里 但是新增了日元的币种 以后呢 关于日股的资产呢 都会在这里进行显示 那我们以牛牛为例啊 进入这个综合账户之后呢 我们点击转账 点击存入资金 然后在这里呢 就可以进行货币兑换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港币兑换成日元 然后也可以把我们的美元兑换成日元 选择对应的方式就好 那富途他换汇的这个汇率如何呢 我相信这是很多人都关心的 那我在同一时间进行了一个对比 比如说啊 我要在牛牛里买100万的日元 我需要花费的港币是这么多 那同一时间呢 如果用公银亚洲的话 公银亚洲的汇率其实还是不错的啊 那比牛牛要贵大概200港币左右 如果用中银香港呢 要贵大概300多港币左右 所以在富途里来换汇的话 这个价格还是挺不错的 比银行要强啊 更何况你也没有办法直接把你的日元来汇款到券商里啊 所以这个就是入金日元的方式 最后我们来科普一下日股的一些基础的交易规则 首先是什么时候能够买日股呢 也就是日股的开盘时间 对应的都是东京的时间啊 早市呢 就是早上的9点到11点半 午市呢 就是中午的12点半到下午的3点 那对应在北京或者香港的时间呢 就是需要提前个一个小时 这个就是东京时间 那交易单位呢 就是最少你需要买一手 一手呢 就包括100股 结算机制呢 是T加2 就是你今天下单 但是成交呢 需要隔个两天 这个就是日股的一些基本情况 最后呢 我们来聊几句 就是很多人都想知道 有哪些日股值得买 这个本身是一个开放性的话题 我呢 也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就是跟大家来交流一下 来一起的学习 首先呢 我觉得可以关注一下 富途当中 它有一个高股息的榜单 按照股息的收益率进行了排名 这里面有很多的个股 大家可以研究一下 那日股它的特色呢 就是比较的稳健 但是它的成长性呢 也是比较有限的 另一个思路呢 就是跟着大佬来去研究这些个股 比如说巴菲特的持仓 你可以直接在牛肉里输入巴菲特商社的这样的关键词 就能够找到这些对应的股票啊 那这里有日本的五大商社的情况 大家可以具体的研究一下 跟着股神嘛 我觉得亏钱还是比较难的 那总之呢 日股对于我们大部分人来说 还是比较陌生的 那随着富途现在日股交易的上限 我们就一起来学习 一起来交流吧 如果你有什么样的好的投资上面的想法 你也可以留言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祝我们日股出海顺利